各位朋友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Software Serving的節目 上星期有朋友剛剛買了一部新相機 他在研究期間發現了一個名詞 叫防震 他就問我 究竟防震技術是甚麼 裡面有分鏡頭防震 機身防震 甚至有些說到三軸防震 五軸防震 很多這些名詞 他就不會明白 也不會有資點分析 是否因為五軸防震是最好的呢 這集跟大家研究一下防震技術 首先看防震 在比較久一點的時期 我們有兩種防震 一種叫數碼防震 一種叫光學防震 現在數碼防震的相機都比較少見 可能一些比較便宜的傻瓜級相機 可能他會標榜他有數碼防震 其實數碼防震是甚麼呢 只不過當你開著數碼防震 它會自動把你的ISO提高 利用這個數碼技術 令到我們可以用比較暗的地方 我們也可以拍照的意思 因為ISO提高的關係 所以我們的快門信箱 對他來說可以提高一點 我們就要手震 它可以補償 不過數碼防震 ISO提高 大家也明白了 它的雜訊 亦會增加 所以數碼防震 基本上會令我們的 相片質素減低 另外一種叫光學防震 其實光學防震就是一種數碼相機裡面的光學原理 它不會令到我們的相片質素降低 但是透過這種防震的技術 我們可以用到更加慢的快門去拍攝 特別有時候我們一些比較分暗的環境 我們不能夠用高速快門 我們用一個比較慢的快門 可能到50分之一秒以下 我們擔心我們手震 所以我們開動的防震功能 令到我們減低我們手震 出來的情況 我們繼續說防震之前 我們了解一下 其實我以前也說過 我們安全快門 其實究竟是什麼安全快門 是將我們一 over我們的焦渠 假設我們一般標準鏡 我們大約50mm的鏡頭 我們用到50分之一秒的快門 我們就保證我們一般人 我們福尚會清晰 當然啦 我是一般人的 如果有些人手比較不穩定的話 可能50分之一秒也不足夠 相反 有些專業設定師 或者有些朋友 我平時很刻意去訓練自己 用慢範圍去拍照 可能用到更低 可能25分之一秒 甚至16分之一秒 也不會手震 這個50分之一秒是一般人而定 如果我們用長鏡頭 假設我有支200mm的鏡頭 我們也是一除二百分之一秒 越長鏡頭 當然 代表我們的快門要更快 我們才能令到我們不會手震 好 接著我們就說回防震 防震 某些相機 就會標榜我們有幾級防震 當然不是所有相機都會這樣說 有些是不說這件事 有些就說 我這樣聽 我這部相機 或者鏡頭是二級防震 或者有些是三級 甚至是四級防震 現在一部份的鏡頭防震的相機 比較高級的 能夠做到四級防震 但我們怎麼去分呢 我假設一下圖 在這個正常環境 我們用測光 我們不運用防震的時候 我們測試到一百分之一秒的快門 是他提供給我們的 如果我們有二級防震的話 模型中 我們的快門 可以減慢兩級 我們開了防震之後 我們可以用到 二十五分之一秒的快門 可以保證我們屋上是清晰的 如果鏡頭是三級防震的話 我們去到十六分之一秒也可以 如果再高一點我們有四級防震 我們甚至用到百分之一秒的快門 也會認出那張清晰的照片 不過 雖然是這樣說 很多鏡頭我們都標榜 它是四級防震 但是是不是真的做到呢 就未必可能真的 所以我們就算是用了防震的話 盡量不要相信這部相機 我們不要把吸收距離那麼高 如果它說四級防震的話 我們盡量給它低一級 我們用三級或兩級就好了 如果不是的話 又會出現一張失敗的照片 只不過有時候我用相機 即時弄完 因為螢幕太緊的關係 我們是看不到的 回到我們放在電腦裡面 才發現原來是我們手震的情況出現 所以我們有時候 我們不要相信 它提高出來的防震的數值 我們之前也說過 有鏡頭防震 和機身防震那樣東西 不過現在我們一般 我們在單反的裡面來說 大多數都是在用鏡頭防震 在機身防震方面 普遍是一些 無反相機 或者是一些半專業相機 或者是一些傻瓜級的相機 我們都會用到機身防震 首先我們看看鏡頭防震 鏡頭防震 你看到現在這個位置 有一個鏡片 這個鏡片其實是浮動的 當我們的鏡頭 移動的時候 這個鏡片 相當有一個浮動的 情況 會將我們的鏡頭 所攝入的光線 我們會剛剛好 補償 就算我們用比較慢的門 剛剛它可以補償 令到我們 本來因為我們手震 產生一個模糊的影像 因為這個 浮動的鏡片 令我們得到改善 甚至有些漂亮的鏡頭 它有兩組浮動的鏡片 你看到這裏就是 前面有一組 後面也有一組 至於每一組有幾塊鏡片 都因著鏡頭不定 特別是一些貴價的長鏡頭 很多時候也有兩組浮動的鏡頭 現在在這裏的影片 你會看到有一個模擬 當日上的移動的時候 裏面那一塊的浮動鏡片 相對在那裏搖動 所以它會令到我們得到的影像 比較穩定 接著我們說的是 機身防震 機身防震 主要就是 裏面這塊晶片 會浮動的 鏡頭的鏡片 就完全是固定的 再看看這張圖 比較清楚 裏面這塊晶片 就會產生一個上下左右 都會不停地移動 去補償我們相機 因為我們的手震動的時候 令到上面模糊了 這個影片你都會看到 當我們移動相機的時候 裏面那塊晶片 就不停地搖動 所以就會產生一個防震的效果 接下來我們研究一下 鏡頭防震和機身防震的比較 鏡頭防震 一般我們說過是單反相機為主 講到單反相機 大家知道 我們可能是換鏡頭的 如果我們買一支鏡頭 有防震 我們開了防震功能 我們拍照的時候 就有防震效果 如果我們用那支沒有防震的鏡頭 就變成一部普通的相機 如果是這樣說 我們用機身防震就好一點 機身防震 因為是在機身裏面的 用任何鏡頭都得到一個防震功能 聽起來好像機身防震在這方面是優勝 因為我們鏡頭 我們任何鏡頭都可以 所以有時候我們決定去買哪一種相機 都比較困難 但在另一個看法來講 因為好像我們相機 用哪一種牌子 都很多時候會被牌子 綁住我們一個長時間 所以在這方面 我們也未必有一個選擇 我們也了解一下 鏡頭防震和機身防震 大家的優點和缺點 鏡頭防震的話 通常越漂亮的鏡頭 它的防震效果越好 剛才你也看到 有些鏡頭有兩組防震的鏡片 好像是機身防震來的 因為只是靠那塊晶片 始終都是一個搖動 但是鏡頭防震有些漂亮的鏡頭 有兩組防震鏡片的話 效果絕對是好很多 而且另外一件事 鏡頭防震 適宜一些比較長鏡頭為主 效果會更加明顯 如果我們用有防震長鏡頭 拍照出來的效果 是好很多的 如果我們用機身防震 而加上一支長鏡頭的話 效果就不太明顯 雖然你的相機 可能它有說到 有四級防震的 但是當你用一支200mm以上的鏡頭的話 可能我防震是完全做不到 因為晶片在後面 而我們的鏡頭 只是輕微的防震 晶片未必做到相應的移動 去補償 但如果我們用鏡頭防震的話 我們浮動的鏡片 可能在鏡頭的前端或是中間 當我們鏡頭擺動的時候 我們浮動鏡片 就相應做一個移動 相反 如果我們有些比較近攝的話 這方面 是一個機身防震的效果 比較理想一點 我知道鏡頭防震和機身防震有什麼分別 然後 又有一個名詞 就是 三軸防震 五軸防震 留意一下 如果一般我們有鏡頭防震 一般只有兩軸 怎樣才是兩軸呢 看看我們有一個圖 兩軸的話 就是你部機 左右的搖擺 和上下的搖擺 這種就叫做兩軸防震 然後這個就是三軸防震 這個相機就可以有一個旋轉的搖擺 就是看到三軸的位置 就是相機有一個旋轉 然後 我們去到五軸防震 五軸防震 包括上下移動 和左右的移動 剛才我說 上下搖擺 搖擺的意思是 我們相機就是一個搖擺 在鏡頭上下有一個角度的搖擺 而這個 第四和第五這兩軸是一個水平的移動 上下是一個垂直移動 構成我們有五軸移動 但是做到五軸防震的話 通常五軸防震 基本上在現在科技能夠做到 都是一些機身防震的相機 而鏡頭防震 我只是兩軸 但是我們又說回 是不是我們放機身防震 會優勝過鏡頭防震呢 這方面我們要考慮一下 我們先看這幅圖 如果我們一般單反相機 我們拿相機的科技都是這樣的 我們這樣拿相機的話 我們想一想 我們上機的震動是會出現什麼情形呢 大部分情形 都是上下的搖擺 或者左右的搖擺 上機有一點旋轉 好像那個軌盤那樣轉動的 這個擺 機會是很少的 所以如果我們配合在單反裡面 我們用兩軸防震 和三軸防震 其實分別不大 當我們用一些 無反相機 或者一些半G級 甚至是傻瓜機 當我們拍攝的時候 很多時候我們用機背的Display 所以我們拍攝的時候會離身 離身的話 我們受的震動 相對來說 就會大很多 不論是 上下搖擺 或者是左右搖擺 甚至有旋轉效果也會產生 所以在那些相機來說 我們有三軸防震就很重要 如果是單反 我們一般 兩軸防震 其實已經很足夠了 最後我們 五軸防震 五軸防震 我們就加上一個 上下垂直移動 和左右一個 水平移動 那是不是我買了這張相機 更加好呢 其實 我們想一下 在什麼情況之下 我們會有這張移動呢 其實一般我們拍照 我們不會的 很少我們不停地走著 動著 來拍的 但是有個情況就是 我們要拍一些的影片 拍影片的時候 因為我們會 有可能 追著那個目標去走動 在這個情況 我們就會用到五軸防震 所以如果我們 相機只是拍攝相片的話 我們不一定要考慮有五軸防震相機 其實一般兩軸或三軸已經很足夠了 但是如果我們經常會拍攝 影片的話 我們可以考慮 我們五軸防震 剛才說過 如果一般用鏡頭防震的 單反 在現今科技來說 暫時還沒有五軸和三軸 那是不是在這方面 好吃虧呢 大家也想回 我們用手持一部的 單反 拍攝影片的機會有多少呢 其實比較少的 通常如果我們用單反拍攝影片的話 多數我們都會用腳架 坐著 或者可能有些專業的攝影師 會有些特別的器材 是輔助單反拍攝的 而我們一般人 我們運用單反 而手持拍攝影片的機會 其實不是那麼多的 所以在這方面 我們也不需要太過 斟著它是不是有五軸防震 今天我們研究了一些防震技術 希望大家對這方面多一點了解 我下次再跟大家研究一下其他話題 拜拜